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4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6月15号星期四 昨天晚上天津连续发生了两起威力巨大的爆炸 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 但是警方的通报却隐藏了很多内容 我们将从六大疑团当中挖掘出爆炸案的真相 另外中国最近各种恶性案件频繁不断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国人怎么了呢 我们会沿着这个问题谈到现在中国的四大现象 昨天晚上天津河东区远翠中里13号楼五门301室 和凤奇里6号楼二门603室连续发生爆炸 官方说爆炸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从网络流传的视频来看呢 爆炸的这个威力真的是很强大 居民楼的整体从一楼到六楼破坏相当严重 窗户都已经碎裂了 玻璃是碎了一粒 其中远翠中里13号楼爆炸之后呢 这栋楼的三楼一户居民家中仍然是冒出火光和烟雾 从外观可以直接看到几乎整栋楼都严重受损 阳台和门窗都已经破碎了 楼下是一片狼藉 另一栋楼的情况也差不多 并且在一个单元内部还可以看到斑斑血迹 家住13号楼六门的一名居民表示呢 说正在半后散步 第二声爆炸出现的时候 这位居民的后背呢就被碎玻璃给炸破了 相邻的12号楼的住户则表示说 家中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有一位网友描述的场景更可怕 他写道 对面楼的一瞬间 砰的一声砸了一头玻璃 身子上划了几道小口子 屋子里浓烟密布 真的以为我们家不炸了 吓死了 反应过来发现八个玻璃大大小小都碎了 被对过爆炸飞过来的东西砸碎了 这位网友接着表示呢 说对过阳台都炸没了 崩了出来 他接着写道 幸亏有铁栅栏 要不然木棍铁锅就砸下来了 就这样屋里也砸进来 一堆玻璃 真的太危险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一次离爆炸这么近 大陆大碗新闻报道说 一段现场影片显示 一栋居民楼受损严重 消防人员正在用水枪灭火 影片中有一位男子说 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全炸了 这楼成危房了 一位与远翠中里相隔仅一条马路的烧烤店店主 对大碗新闻表示 事发的时候接到店员的电话 被告知说旁边发生了爆炸 店主赶回到店里发现店铺 已经被警方给圈在了警戒线内 一位远翠中里的女居民告诉大纪元记者 爆炸的声音很大 她说我住的楼都颤有了 我们吓得赶紧跑到外面 看到炸得很厉害 窗户阳台都炸掉了 另一位远翠中里的居民张先生 向急目新闻介绍 爆炸当时他正在家里面 突然听到两声巨响 张先生打开窗户 看到13号楼爆炸后有烟雾冒出 几分钟后张先生再次听到了第三次声响 随地张先生下楼 到13号楼附近去查看 发现楼体的4到6层损毁严重 张先生目睹了 医护人员从楼里面 抬出男女各一名伤者 女子的伤势较轻 在救护车里面接受了简单的包扎 大陆急目新闻引述万新村 东新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 爆炸共造成26户受损 34人被疏散 但是一位居住在凤旗里的居民告诉大纪元 当时救护车消防者都排满了 几十辆 不少人受伤 伤者都送去了武警医院去了 具体伤了多少 新闻不报 今天凌晨 天津河东区的警方通报了这个爆炸的情况 两起爆炸都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8点10分许 共造成三人死亡 多人受到轻伤 部分房屋受损 46岁的男性嫌疑人马某某已经被抓了 警方侦查认定是细利用烟花爆竹作案 从天津警方的这篇通报来看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信息 一 这两起爆炸的时间都是昨天晚上8点10分许 二 制造两起爆炸案的嫌疑人都是同一个人 马某某 三 爆炸案分别在不同的两个小区 远翠中里和凤旗里 四 马某某利用烟花爆竹实施的爆炸 但是这几点信息 大家看 给人一种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根据我们综合得到的信息 有几个相当大的疑团 我们需要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 马某某为什么要在两处实施爆炸 是报复社会呢 还是有针对性的实施呢 三名死者分别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跟马某某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认识呢 这些警方通报全都没说 大纪元采访呢 采访到了一位远翠中里的女居民 这位居民表示说一名男子为了报复把居民楼给炸了 这位女居民只说的是为了报复 但是没有说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报复呢 所以外界不清楚究竟是报复社会呢 还是报复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家庭呢 从网络的视频和网络的照片来看 两处爆炸点都是老旧小区 据说其中居住的是以老年人居多 马某某在这种老旧小区实施爆炸 这感觉很奇怪 也是值得深究背后的真相 第二 警方通报说呢 经公安机关侦查 细利用烟花爆竹作案 从侦查这个词 我们就可以判断 利用烟花爆竹作案仅仅是警方的一个认定 并不是来自马某某的供述 那么警方是如何认定的呢 大家知道这个烟花爆竹的爆炸威力啊 它是有限的 5月22号河北大城县 藏屯派出所爆炸案当中呢 我当时就表示过怀疑 烟花爆竹爆炸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不是突然一下子全都爆炸 这样的爆炸呢 可能会引发火灾 但是产生威力巨大的爆炸可能性 却比较小 早年我在大陆县城上学的时候啊 有一年的腊月23 集市上 我呢曾遇到过一次烟花爆竹的爆炸 那是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 车厢里面堆放着一箱一箱的各种的烟花爆竹 车下面呢 还摆着一个摊位 有几个人呢在那卖这些各种各样的烟花 摊位上也有各式各样烟花爆竹的样品 当时有许许多多人都是围在这个摊位周围 争抢着购买烟花爆竹 突然不知道什么缘故呢 这些烟花爆竹开始爆炸 人们就四散奔逃 我当时距离爆炸点大约有几十米 五六十米七八十米的样子吧 脸呢被炸飞的这个土块打中 感觉还很疼 我跟爆炸点相隔几十米 仍然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味 因为它这个烟花爆竹只要爆炸 一定会产生火药味 但是我们从多家媒体采访当地居民的这个情况看 没有人提到火药爆炸燃烧的味道 是不是感觉奇怪呢 第三我们再退一步 假定是官方认定的利用烟花爆竹作案 那么产生如此巨大的爆炸 显然这个烟花爆竹的量是不小的 天津呢早就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 那么这个马某某是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烟花爆竹呢 在中共的严密监管之下 烟花爆竹行业被控制得很严 如果马某某买大量的烟花爆竹 那么监管机构会不知情吗 即使是烟管机构疏忽了 那么在这个爆炸之前 马某某又是把买来的这些烟花爆竹储存在了什么地方呢 再有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知道 晚上八点之前并没有完全黑下来 路边还有很多人在下楼乘梁啊 溜弯啊等等 如果马某某运送大量的烟花爆竹 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溜弯的那些人们和周围的那些邻居们 都没有任何发觉吗 感觉很奇怪 第四 警方通报的这个爆炸事件呢 是在昨晚的八点十分许 也就是说两次爆炸都是在这个时间 换句话说 同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两次爆炸 我查看了一下地图 发现啊 两处爆炸点都是在河东区万新村 但是这两个爆炸点呢 他们之间也有一段距离 两地相隔是1.6公里 这么远的距离 马某某是如何做到几乎同时爆炸的呢 大陆媒体引述当地的居民反应 两次爆炸的时间间隔大约是15秒 我们从多位当地居民反应的情况来看 都提到了两次爆炸这个间隔的时间很短 几乎就是发生在同一时间 我们从万新村居住区分布图 从这个图片当中来看 凤崎里是在9区 远翠中里是在14区 地图上显示两个爆炸点相隔 有1.6公里 步行至少需要15分钟才可以抵达 1.6公里的路程步行需要15分钟 你即便是开车 在居民去开车 你那个车速也不会太快 它也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嫌疑人马某某是怎么做到 两次爆炸相隔15秒的呢 第五 两处爆炸的仅仅相隔十几秒钟的时间 如果是两头跑的话 这个时间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这个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爆炸点和时间点来分析 要想做到几乎同时爆炸 或许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就是 还有其他的嫌疑人串谋实时爆炸 另一种就是可能启用了定时爆炸装置 如果还有其他嫌疑人的话 那就是团伙预谋作案 如果没有其他嫌疑人 那就是可能启用了定时装置了 如果启用了定时装置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马某某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呢 那么这个马某某究竟是什么人呢 警方竟然只字不提 令人感觉很奇怪 这里我顺便提一件事 很多人大概还记得 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 316特大爆炸案指的就是 2001年的3月16号 石家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发生了连环爆炸 短短的40分钟 共有5个地方爆炸 官方报道说 嫌疑人靳珠超当时购买了500公斤的炸药 安放在5个不同的居民楼内 凌晨4点16分 靳珠超几乎同时引爆了5个爆点 共造成108人死亡 38人受伤 那么这个天津的爆炸案 跟靳珠超爆炸案是不是有些相似呢 第六 马某某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 从警方通报 我们可以得知 马某某对两处实施爆炸之后 他本人都是安然无恙的 这也是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 一般说来 像这种制造爆炸案的人 很可能也是自己不想活下去了 换句话说 嫌疑人很可能是抱着同归于尽的 想把实施爆炸的 但是马某某在两起爆炸案当中 都没有死亡 都是全身而退 换句话说 马某某可能并不想死 如果马某某不想死的话 他实施两侧爆炸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六大疑团 警方都是避之不提 但是这种事情 尤其是隐瞒就能够简单了事的呢 人们都会做一番思考 总会不断寻找真相的 这个真相早晚它是会浮出水面的 我注意到网络上呢 开始有人在讨论说 这个嫌疑人将如何被处理啊等等 我呀 也的确不支持暴力 反对这种极端行为 这种极端的恶性行为呢 他也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可是我们不能把问题就局限在这儿啊 我们还应该分析和探讨 这个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去考虑一下 马某某为什么会实施这个爆炸呢 我还注意到 我还注意到有人表示呢 说应该更严格的控制烟花爆竹了 大家都知道 中共现在对大陆的这个烟花爆竹控制的 已经是相当严格了 过年过节都不允许放 还要怎么严格控制呢 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烟花爆竹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啊 是人心变坏的问题 古代就有烟花爆竹 从来没有人控制 不是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呢 大家都清楚 当局通报说是烟花爆竹 这其实是一种预盖弥彰的说法 只不过是在措辞上的显得温和了一些 它是在故意的混淆一个概念 在混淆烟花爆竹和危险爆炸物之间的概念 当局这么做 目的很明显 就是不希望引起公众恐慌 不希望产生骨牌效应 以保持社会稳定 但是如今中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戾气 又岂是换一个温和的说法就能掩饰的呢 就算人们的眼睛和耳朵被暂时的捂住了 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 从今年年初 广州宝马车撞人事件 到4月份张家界天门山集体跳崖自杀 再到多个地区都出现无差别的随机砍人和灭门惨案 以及近期密集出现的带有报复社会性质的伤害案和自杀等等 这些接二连三出现的现象 原因是什么呢 虽然看起来的每一个案件都像是个案 其实这些所有的案件背后都在反映着同样的问题 都在反映着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 即便是将一个嫌疑人重刑治罪 也不可能解决了中共统治下的那些根源问题 而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越演越烈 为什么 因为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 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 每一次中共做了坏事之后 它都是用转移视线的方法掩盖它的罪恶 让人们去一门心思的盯着赚钱 不去关注中共的恶行 长此以往 中国人的思想都已经变异了 变得唯利是图 变得金钱至上 变得人心冷漠 变得极端自私 在前些年 中国经济还不是特别差的情况下 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赚钱上 都在为自己的小利益拨打着算盘 虽然那个时候 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严重下滑了 人心已经严重失控了 但是当时人们根本无暇关注 似乎感受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最近这几年 特别是疫情封控这三年 人们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了 中国经济已经垮了 工厂倒闭了 人们失业了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人们逐渐失去了希望 而在人生无望的状况下 人们做出什么事了 其实都不应该感到奇怪 我以前就做过一个比喻 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人的机体 机体健康的时候 人们相对的平静一些 机体不健康的时候 人们就会烦躁 表现出各种烦躁不安 甚至做出各种不理智的事情 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生病的机体 如果不除去机体内的病灶的话 那么中国社会经常会出现各种极端的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经常说不要只针对某个人某个事儿 我们真正要针对的是中共 这个入侵到中国机体内的毒瘤 我们都知道医生在给病人切除毒瘤的时候 病人会有疼痛感 甚至是剧痛 清除中共也是一样 中国人可能会有一些疼痛感 但是这种疼痛感是短暂的 而且疼痛之后会快速的得到康复 我们说这些呢 是要让大家看到 在中国当今发生的四大现象正在加剧 这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表现 昨天中共央行已经下调了短期贷款利率 未来几天可能还会进一步下调长期利率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继续放缓 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恢复元气 《华尔街日报》表示 中共降息的决定 意味着五月份的数据不尽人意 而香港《南华早报》则指出 令人失望的制造业活动 出口数据和青年失业率凸显出 中国经济复苏法力 制造商不得不纷纷裁员 降低成本甚至关闭生产线 广东东莞某家鞋厂的职工王杰透露 工厂下周开始就没有新订单了 王杰表示他认识的一些制鞋厂家 订单到目前为止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或者是更多 未来几个月会更加悲观 王杰所在的鞋厂现在是以临时工为主 全职员工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还不到二十人 工厂也在转向更小的厂房 老板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现金流的问题了 浙江嘉兴的地产销售经理林玲准备辞职了 他想去开一家小吃店 他对地产行业现在已经是失去信心了 因为从年初以来 地产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去库存 已经将他的薪水削减掉了三分之一 林玲说 我在工作中无事可做 根本就没有买家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现在必须尝试别的东西 广州的退休商人朱瑞 刚刚卖掉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去年买到手的时候 朱瑞花了530万元人民币 而上个月卖出去的时候 只卖了470万 虽然是净亏了60万元人民币 但是朱瑞却感到很满意 为什么呢 他认为未来价格会继续下跌 我们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糟糕状况 事实上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都在警告着每一个人苦日子已经开始了 而且还会继续糟下去 第一个现象就是消费降级 很少人还去买大宗电器 上个月拼多多公布的财报 收入是376.4亿元 同比增长了58.2% 远远超过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业绩 但是这个数字的背后 却隐藏着令人心惊的变化 许多人的目光只盯着哪些商品的价格更低 甚至在每一分钱上都斤斤计较 第二个现象就是求职艰难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有1158万 再次刷新了记录 但是老板执聘的新用户在第一季度激增了1461万 同比增长高达57.5% 而至连招聘发布的春季招聘职位数 却是同比下降了28.3% 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 可能有跳槽的一些情况 但更可能的是许多人的失业 再次涌入了求职市场 第三个现象就是底层内卷 前不久中共公布的全国职工状况显示 4.02亿职工当中 有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占据了近20% 什么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送外卖的 送快递的或者是网约车等等 这些失业后被迫无奈选择的职业 全国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也就使得底层的内卷显得异常严重 第四个现象就是百万富翁的润 昨天英国亨利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财富迁移报告 根据今年前六个月的询问及数据 预测全球将有12.2万富人移民 而中国将有13500名百万富翁会外流 延续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 美国之音指出 中国百万富翁前富后润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虽然13500名的富翁 相比全国的823800个百万富翁的数字不是特别大 但是这13500名大陆富翁将会从中国带走 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 这将比平时更具有破坏性 将加速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会同步播出 大家也可以直接到干净世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经常的提前在这边播出 所以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帮助新闻看点尽快成长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我们会把重心完全都放在干净世界里面 因为有的平台不够友好 对我们经常有各种打压 使我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看法 大家听着当然很多时候是感觉到不够过瘾的 比如前天我们的节目 只谈到了中国大陆的几个小粉红 殴打一名香港人这样的情况 就因为使用了画面 我们就被黄标了 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不仅流量上不去 我们都白忙活了 这样的情况就迫使我们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 要开辟其他的谋生渠道 我们就选择要在干净世界这个平台上 来培养我们的观众群 我们要让大家到这个安全可靠的干净世界 来收看新闻看点 看我们的节目 这样我们会把更多的真相 更多的事实 更多的内幕 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向大家推荐 干净世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干净世界没有言论审查 任何人在这边都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 发表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左也好 右也好 它们都是包容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更多的停留 还有一个原因 推荐给大家 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库 无论是老年人 中年人 青年人 还是小孩子 进到这个平台都只会受益 不会受到污染 这边没有暴力色情 没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无毒无害 所以任何人都会在这边受益 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干净世界有很多好电影 当然了都是免费的 好莱坞的那些老片老电影 我经常在这边看 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 好看的娱乐节目 各个自媒体等等 中英文各个语种的都有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精彩 这是我综合向大家推荐的 这个关键的原因 如果大家呢 是第一次登陆干净世界 那么您可以使用邮箱 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呢 您不仅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 留言 如果我们以后举办什么活动呢 大家可以直接就参与进来了 非常方便 比如现在干净世界呢 他们就举办一个 好爸爸 父亲节摄影大赛 设的这个奖金是1000美元 大家呢 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温馨的照片啊 或者是从父亲的受到的一些教会啊 等等的这样的场面呢 拍摄下来 上传到这个干净世界去参评 得不得奖金呢 其实放在其次 关键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来向我们的父母表达我们内心对他们真实的爱 来传递一份情感 可以增进父子父女 母子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融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大家不用担心个人信息 您的信息呢 在干净世界这边是不会被泄露的 他们非常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 大家尽管放心使用 那好 最后呢 我还是提醒 也是恳请大家 多多的关注我的Twitter at沐阳909 链接我每天都放在视频下方 本字稿当中也有 请来多多支持我 好了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